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Everyone 我的名字叫黃哲春 之前任職於林群電腦 擔任系統設計師一職 那很榮幸大家會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可以介紹ZoomKeeper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身穿綠色衣服 腳穿戰鬥靴 還手拿一根鏟子 好像準備要去挖陣地一樣 這就是APAGE ZoomKeeper 他們project的ICON 那大部分人知道ZoomKeeper 是由於BigTeta的project Hadoop以及HBase 但對於大部分的Hadoop來說 他們並不是很了解 這個東西是拿來幹嘛用的 講我一個個人親身經歷 有一天我坐在中控室 做一些Hadoop ETL的job 有一位剛接觸Hadoop的工程師 他去詢問他的PM說 這個ZoomKeeper到底是拿來幹嘛用的啊 這個PM的回答也蠻有趣的 他回答他說 你知道的Hadoop是大象嗎 HBase是馬啊 Hive是什麼 Hive是蜜蜂啊 總是要一個人出來管理他們吧 哇 OMG 這傢伙真的變成動物管理員了 可是你知道嗎 他根本就不做管理用的啊 我一直很希望有一個機會 我可以來介紹ZoomKeeper是什麼 很高興大家會給我這個機會 我也要藉由這個機會傳達一個訊息 不是只有Big Data才使用ZoomKeeper 即使你的系統跟Big Data沒有關係 你一樣可以使用ZoomKeeper 這是我的Agenda 首先我會介紹什麼是ZoomKeeper 但很明顯的是他不是動物管理員 接下來我會講說目前有哪些project 以及公司已經在使用ZoomKeeper了 接下來我會介紹ZoomKeeper的核心設計 它是怎麼在分散式的環境之中去達到 Atomic Order Guarantee 以及High Available 接下來我會介紹它的Data Model 並且實作一個Software Low Balancer 最後我會介紹另外一個project 叫Apache Curator 你可以使用Curator 在使用ZoomKeeper的時候 開發的時候更有效率 What is RoomKeeper RoomKeeper是一個分散式的Coordination Service 它想要解決分散式環境中的Coordination的問題 講幾個典型的Coordination的問題 第一個Group Membership 你要怎麼在數十個節點中去指派不同的角色 例如說誰是Master 誰是Backarm Master 誰是Worker 哪一些Worker是剛上上去的 哪一些Worker是準備卸下來的 當然事實上你也可以使用Configure檔的方式去寫死它 但是這樣你的Cluster就不夠Flashable 也不容易Maintain 第二個是同步的問題 你要怎麼處理Rest Condition 在跨JVM 跨機器的情況之下 去建立一個Critical Section 那接下來是Published Subscriber 但這裡的Published Subscriber 並不是指說ZoomKeeper可以當作MakerCube來使用 而是指說它可以當作一個Async Notification 那這所以說為什麼它沒有辦法拿來當作MakerCube來使用呢 是以MakerCube來講 它每一個訊息 你的Subscriber都要你都收到 但是ZoomKeeper它只保證最新的狀態 你的Subscriber有收到 最後ZoomKeeper是源自於Hadoop這個Project 它是完全是以Java來開發的 如果你是Java Developer 你是一個Java Team 那你有一些Coronation的問題要解決的話 ZoomKeeper是你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這是目前已經選擇使用ZoomKeeper的專案以及公司 Yahoo、Hadoop、HBase、Facebook、Rexbase 那事實上Yahoo是ZoomKeeper的Contributor 他們對整個Hadoop的EgoSystem做出了許多的貢獻 那Hadoop使用ZoomKeeper作為FailOverControl 什麼時候要切換NameNode 哪一個NameMode是Active 哪一個NameNode是Standingby的 那HBase使用ZoomKeeper來儲存它的MetaData 那Facebook使用ZoomKeeper作為FailOverControl SharedIn andServiceDiscover Rexbase使用它來決定哪一個節點是Leader 並且使用ZoomKeeper作為它的SharedDistributedLock 那為什麼這些大公司比較大型的專案 他們都使用ZoomKeeper呢 主要是因為ZoomKeeper有幾個以下的特性 第一個Atomic 避免部分寫入 你要在分散式的環境之下 需要得到一個Atomic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必須要跟很多的節點做Sync 可是問題是每個節點都有可能掛掉 你要怎麼在一個高可靠度跟高效率的情況之下做取捨呢 我會在下一張投影片解釋說 ZoomKeeper它是怎麼做到的 第二個Order Guarantee 如果ZoomKeeper它沒有Order Guarantee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做到Multiple Operation 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如果先寫入再刪除 你先刪除再寫入的結果 會跟你先寫入再刪除的結果一樣嗎 很顯然是不會一樣的 OK 所以在分散式的環境之下呢 為什麼我們一直講分散式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會長一些 有一些節點可能就有一些問題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OK 不過很明顯的 我們現在是Single Machine OK 所以我今天講的ZoomKeeper 它是適用在分散式的環境之中 OK 接下來是Async Notification 哇 接下來是Async Notification 那 Async的我們可以是講說 當你的ZoomKeeper的結構 如果產生變化的時候 它會去Trigger你的Subscriber 那我在這裡我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ZoomKeeper它不適合 拿來作為MassCue 拿來取代MassCue 取代MassCue來使用 原因就是因為它只能夠 保管目前最新的狀況 如果你把ZoomKeeper 拿來當作Topic來用的話 那是會有災難發生的 那最後一個是High Available ZoomKeeper它是一個分散式環境 就是如同我剛剛所提到的 所以它具有High Available 那ZoomKeeper它沒有所謂的主節點設計 沒有所謂主節點設計 或者說任何節點都有可能是 主節點 這跟Hadoop有一點差異 因為Hadoop是存在的主節點跟Worker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介紹Atomic這個特性 那ZoomKeeper依賴Zab 來達到一個資料的一致性 那Zab的全名叫做 ZoomKeeper Broadcast Atomic Protocol 這個有Paper可以看 那不過我還是講解一下 它大致上面是怎麼做的 比如說我現在有三臺ZoomKeeper Server 那它們首先會基於它的 Transession ID跟SID 去選出它的Leader跟Follower 如下圖 首先每一個ZoomKeeper Server 它會嘗試跟其他ZoomKeeper Server 拉票 跟它們講說我目前的 Transession ID跟SID是什麼東西 如果當我發現到對方的政見內容 比我好的時候 我就會改投對方 當任何一台ZoomKeeper Server 得到過半的選票的時候 它就成為Leader 其他就會成為Follower 很高興這個 限時的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限時 現時生活中 可能會有一些抹黑 會選的狀況發生 很高興在這個電腦科學裡面 是不會發生的 OK 那之所以為什麼要選 分出Leader跟Follower的角色呢 是因為它們角色的責任不一樣 Follower會負責Client 也就是你的Application 的Request 以及讀取 但是一旦你的Request 涉及到Changing的Data Model 例如說 Insert Update Delete的話 這些Request會 Forward到Leader去 再由Leader去跟其他Follower做Sync 這個是Zab跟Puzzle的最大差別 也就是它存在的所謂的Leader 也是為什麼Zab可以達到 Orally Guarantee的原因之一 那選出Leader跟Follower之後 基本上整個Zab 整個Roomkeeper cluster 就可以開始用 可以接受Request 那它的BroadcastUpdate的過程 其實跟Puzzle是很雷同 它一樣需要經過三個階段 Purpose Accept 跟Commit 但是不一樣的是 只有Leader可以做Purpose 那之所以什麼叫做Coreal Number呢 Coreal Number是指說 當你一個Purpose提出來的時候 要經過多少的Acceptor 才可以Commit 才成立 那以Zab的設計的話 就是要過半 在這個例子裡面的話 就是需要兩個 其中包含Leader這樣子 我常常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你的Roomkeeper的Cluster 最小的集群是三台 或是兩台呢 原因就是因為 原因就是因為Zab的關係 原因就是因為Zab的關係 這個是ZinKeeper的Data Model 你可以叫它Data Tree 你可以叫Namespace 你可以叫Direct Tree whatever 可是它絕對不會是Table 正式來講 我們叫每個咖啡色的節點 我們叫做 它現在看起來不太像咖啡色的 不過你們知道了 每個節點 我們正式來講 叫做Zenote 那這個Zenote上面 你一樣可以去設置一些ACL 就是這個Owner是誰 誰可以Read 誰可以Write 可是比較不一樣的是 Zenote存在三種不同的特性 分為Persist,Epharmure 跟Secret 那所謂Persist Zenote的話 就是資料會一直持續 儲存在ZuneQ上面 不會因為你Shutdown 就資料不見了 但Epharmure Zenote很不一樣的是 它跟你的Client 就是跟你的Application 很大的關係 一旦你這個Client的Session 如果Close掉之後 由這個Session 所Create的Epharmure Zenote 就會被Zenote 刪除掉 我們在等下LowBalance的部分 我就會使用到這個東西 那SecretZenote 它可以是Persist 它也可以是Epharmure 端看你的使用 那所謂的SecretZenote 它是會在Zenote 後面額外去添加 一串SequenceNumber 而這個SequenceNumber 是不重複的 而且是遞正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利用這個 SequenceZenote的特性 來作為它的Shared Distribution Log 我等一下也會提到 那我在決定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一直在思考說 我要用什麼樣的實作 可以吸引各位 對Zenote Keeper的興趣 後來我選擇的是 Software Low Balance 如果你要打造一個 Software Low Balance 的話 有兩個最基本的任務 你要去 最兩個最基本的功能 你要去做 第一個是Cluster Information 你的Service Provider Address 你要放哪裡 你要怎麼做增山改查 第二個是生命週期感測 如果說你的Service Provider 如果掛掉的話 你就不要再把流量倒到那裡去了 我使用Tom Kade 作為我的Web Container 一旦Tom Kade如果起來的話 他就會到ZoomKeeper上面 去註冊一個Ephimium Zenote 並且在Ephimium Zenote 上面去撰寫 他目前的位置 以及他流量的負荷狀況 其他的Tom Kade 就可以從這個Ephimium Zenote 去得知他的位置 以及狀態 再決定說 我要不要把流量倒到那裡去 因為是Ephimium Zenote的關係 所以當這個Tom Kade 如果掛掉卸下來的時候 這個Ephimium Zenote就會消失掉 所以其他Tom Kade 就不會再把這個流量倒到那裡去 那你可以額外看到 上面有一個Session 那這個Session是我額外做 因為我要做Stick Session 對 那看你的應用有沒有需要 做這個 那譬如說 如果你應用如果是Gateway的話 就沒有必要做這個 但最基本的那兩個功能 還是必定要做的 那整個範例 我目前已經放在GitHub上面了 那當然老實講呢 Software Low Balance 它比Hardware Low Balance來得慢 而且你需要額外的開發成本 所以大部分的Case 你會不會在 你的Web前面放一個 Software 放一個Hardware Low Balance 或是實際使用雲端服務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你應用不是Web欸 你如果是Gateway 或是你自己寫了一個Midware 你有可能有自己的Socket Protocol 那你怎麼去依賴這種Hardware Low Balance 那如果你要做一個Software Low Balance的話 為什麼不做分散式的 就跟我們頭一面剛剛的狀況一樣 我們有可能遇到很多很多的狀況 雖然它整個Software Low Balance 可能不在你的訊體的投遞路徑上面 可是它卻是你整個服務的重疏所在 OK 事實上ZoomKeeper 發展到現在已經好幾年了 你如果現在要使用ZoomKeeper的話 事實上你不用直接使用ZoomKeeper Negative API 你可以使用這個Curator 那Curator Apache Curator 背後是由一家媒體公司 叫Netflix 在背後支持的 那這家Netflix 這家公司是一個影音的Provider 那全球超過6000萬的Subscriber 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那我們比較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建立連線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如果你使用ZoomKeeper Negative API的話 你如果下面有看到的話 你還得額外去處理Callback 但是如果你使用Curator的話 你的程式碼會精簡相當上許多 因為Curator把程式碼封裝得更好 更完整 當然事實上 有更多人使用Curator的原因 不是只是因為程式碼精簡 而是因為Curator內建 有很多Recipe可以用 所謂的Recipe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High Level的API 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 Leader Selection Distributed Log Barrier Share Culture 這些其實已經包在Curator裡面 你可以直接使用Curator 當然如果你堅持使用 要使用ZoomKeeper的 當然你如果堅持要使用 ZoomKeeper Negative API的話 我也可以跟你講的怎麼做 比如說Lock來講的話 你必須要先建立一個Znode 然後你要在這個Znode上面 上面掛一個Watcher 然後接下來你在這個Znode下面 再製造一個Sequence Znode 然後知道這個Sequence Znode 從這個Sequence Znode上面的Sequence Number 來知道你有沒有得到First Priority 如果你有得到First Priority的話 你就拿到這個Lock 那你如果要Unlock之後 你再把這個Sequence Znode 給刪除掉 當你刪除掉的時候 這個RoomKeeper就會去 Trigger其他的Process 其他Process 再Trigger他們的Sequence Number 但是我們需要這樣 不斷地重複製造車輪嗎 專注在自己應用上面 不是會更好嗎 Conclusion 如果你是Java Developer 你是個Java Team 那你有一些Coronation問題想要解決的話 Znodekeeper會是你一個選擇 那謝謝各位 那這個是我的E-mail 那如果有問題有交流的話 就在馬上再寄信給我 不好意思 因為你超過時間了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會問你 這以及